本來在生活當中就可以用這種 超越對方期待的方式去獲得別人的認可 舉例來講 可能一對情侶在家裡 然後女生說 你為什麼上完廁所那馬桶全都不拿起來 這個時候男方可以說 對不起 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被生下耳 啪一圈啪 對不起 我錯了 然後女朋友就會說 沒事沒事沒事 不過就是小事情 不要這樣子傷害自己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這樣一來就啟動黑暗乒乓 就可以獲得對方的原諒了 身為一名經常冒犯別人的喜劇演員 其實我們的拿手絕活 不是搞笑 是道歉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如何道歉 六人行這部經典的電視影集 在前陣子HBO推出了經典團圓片 感動了全球的粉絲 包括我在內 我也非常喜歡六人行這部影集 所以今天為了紀念這個 非常非常經典的電視影集 我要來推出一支影片 我們一起帶大家來回憶一下 Rose跟Rachel這對感人的情侶 當年他們分手的moment 其實Rose跟Rachel兩個在交往的時候 曾經為一件事情大吵一架 Rachel非常的生氣 無法接受Rose 是一個這麼愛猜疑的人 所以她提出了 不如我們兩個人就on a break 我們就要稍微分開一下下 結果就在兩個人冷戰的時候 Rose竟然跟另外一個女生上床了 發生了一夜情 那Rachel發現之後呢 就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傷心 兩人大吵一架 於是展開了未來 在將近十年的過程當中 六人行當中 Rose跟Rachel兩個人不斷的分分合合 一直到最後一集 最後一刻 兩個人才重修就好 得到了好結局 我們要探討的是 當年如果Rose 她到底怎麼樣道歉 兩個人可以提前修成正果 我們大家就不用看十年 分分合合的戲碼了 想要道歉成功 除了說話的技術以外呢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千萬不能夠提出 希望對方原諒你的這種要求 更具體一點來說明 一個生氣的人 他一定是失去了某些東西 有可能是具體的金錢啊 或者是身體上受到傷害 更有可能是抽象一點點的 我失去了對你的信任 所以這個人 他一定是持續處在一個 一直失去的狀態 他在這個持續失去的狀態之中 還要再原諒你 就會再失去某些東西 所以如果是你 你能夠接受嗎 你一定會更生氣的吧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要成功的填滿對方的洞 想要成功填滿對方的洞呢 必須要先試圖做到以下三件事情 請注意我說的是 試圖不是一定要做到 至於為什麼 我等一下會說明 第一件事 弄清楚對方為什麼生氣 很多人把對方弄生氣之後呢 一直都搞不清楚 對方到底為什麼生氣 如果你把對方弄生氣之後 對方一直都覺得 你就是不懂我為什麼生氣的話 也許這就是生氣的主因之一 你可以好好的去詢問對方 但在詢問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基於一個動機 這個動機叫做 我是為你好 例如說 我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讓你覺得不舒服 但是我也很擔心 我會誤會了 我讓你生氣的原因 所以可以告訴我 你為什麼生氣嗎 弄清楚對方為什麼生氣 你才有辦法對症下藥 找出彌補的方式 第二件事情 不要否定對方生氣的情緒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誒 啊這種事情到底有什麼好生氣的啊 這不就是小事情嗎 但對生氣的人來說啊 其實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是 他的全世界 所以換個角度來思考 你有可能也不能理解對方 到底在生氣什麼東西 所以千萬不要去否定 對方生氣的情緒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用不成比例的方式 來補償對方 什麼叫做不成比例呢 如果你覺得你對對方造成的傷害 是20分的話 那麼你就要拿40分 甚至是60分的規模 去彌補對方 因為你們兩個的核心價值觀不一樣 所以為了避免你做出的事情 對對方來講 可能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彌補 你覺得對對方只造成了20分傷害 你就用60分 80分 100分的方式去彌補對方 這麼一來 你就不會低估了這件事情 在對方心中的重要性 對方也會感覺到 哦 你是瞭解我的 你是重視我的想法的 再來 呈現出超越對方期待的補償呢 其實有可能 有機會啟動黑暗兵法 讓對方呢 主動的覺得 哦 這件事情好像沒什麼 日本武士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日本武士大家都知道 他們擅長利用貼附的方式來道歉 以死謝罪 而這樣的道歉方式呢 就是遠大於對方的期待 你可能做了一件事情 結果對方竟然用欺負的方式來道歉 那你會想說 哎呦 我的天啊 好像你用這麼嚴重吧 有需要嗎 有必要嗎 我們只聽過說 什麼道歉要露出胸部 他這個人連腸子都露出來 你能不原諒他嗎 當然我們不是要鼓勵你們自殺 我們的意思是說 本來在生活當中就可以用這種 超越對方期待的方式去獲得別人認可 舉例來講 可能一對情侶在家裡 然後女生說 你為什麼上完廁所 那馬桶全都不拿起來 這個時候男方可以說 對不起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被剩下耳爬一圈爬 對不起我錯了 然後女朋友就會說 沒事沒事沒事 不過就是小事情 不要這樣子傷害自己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這樣一來就啟動黑暗部門 就可以獲得對方的原諒了 這三件事情呢 就是道歉的人必須試圖去達成的目標 我再次強調是試圖 為什麼是試圖呢 因為情緒其實是難以捉摸的 我們很有可能盡了全力 都無法彌補對方心中的傷害 所以道歉的人 一開始你的目標 不是放在獲得對方原諒上面的話 這麼一來 你也是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啊 因為如果你盡了全力 你做了各種的事情 對方就是無法原諒你的話 你可能心裡面會更小當想起 你會想說 我都已經把事情做到這樣子 你還想要我怎樣 你還要我做什麼 你可能心裡面 就會把這一份歉疚轉換成怒期 因為你無法得到對方的原諒 把補償對方當成你的第一目標 你就不會被困在即便付出的權力 都還是得不到原諒的 這樣子的情緒當中 但被道歉的人 也應該要做好心理準備 你就要適度的開放給別人 讓別人來彌補你 也就是給對方一個台階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了解 你自己到底在為了什麼事情而生氣 六人行 當中也有一個經典的橋段 就是Phoebe跟Rose呢 兩個人曾經吵過一次架 Phoebe很生氣 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 對Rose這麼生氣 後來呢 Phoebe才想起來 原來是在夢裡面 Rose冒犯了她 所以如果你連自己到底 為了什麼生氣都搞不清楚 那就更不用提別人 要怎麼樣對你做出補償 再來 真正重要的事情 不是對方到底有沒有真心道歉 所以千萬不要去問說 我覺得你不是真心要道歉 你一點誠意都沒有 千萬不要去追究這種事情 因為很有可能 說不定對方 真的就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氣的 那既然如此 她為了要維持這段關係 她不得不放下身段 放下自尊 去向你道歉 再來 基於為了 維持關係這個更遠大的目標 你有可能就要被迫 做出讓步 做出犧牲 你可能就要原諒對方 你有辦法承受這樣的不對等損失嗎 如果不行 那不建議你貿然接受道歉 因為就算你硬逼著自己去原諒對方了 在未來只要有一天 他又再次傷害你 這個情緒會慢慢累積出來 當你又感覺到自己受到傷害的時候 你就會去做一件事情叫做 翻舊帳 所以要原諒就要做好 不對等損失的心理準備 要不然就不要原諒 最後呢 要給正在一段爭執當中 不可開交的雙方一個建議 爭吵就是因為 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所以才會發生 所以不管是道歉還是被道歉的人 都要做好心理準備 有可能這段爭執走到最後 這段關係 就是有可能會結束 但就算是結束這段關係 又怎麼樣呢 也許透過這個爭執 讓你們雙方了解到 兩個人的關係在未來可能存在更多的隱憂 而結束這段充滿隱憂的關係 也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時間也許是最好的解藥 它可以沖淡很多的事情 就像Rose跟Rachel 兩個人吵吵鬧鬧 分分合合十年之後 最後一集終於重修就好 又回到情侶的狀態 也許未來 他們還是有可能會在某一次的爭執當中 兩個人再大吵一下 可是在那個當下 決定雙方各退一步 為的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在這段關係當中 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是值得去追求的 如果你們能夠做好心理準備 能夠承受道歉跟傷害不對等的損失 而做出犧牲做出讓步 那麼也許在接下來的日子當中 你們就可以從這段 你們維持的關係當中 得到更多美好的人事物 什麼叫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是創作者 我每講一次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是在傷害我跟觀眾之間的關係 你還要我講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嗎 你要我講幾次 我每講一次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的自尊就減少一分 如果我再講一次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能聽嗎